直播到 女星林志玲语言程序 近期复合传闻不断 纠缠15年的恋情 终于有望开花结果 有记忆力很好的网友发现 其实她就是当年安德拉宾比 与黄晓明婚礼上 抢到捧花的人 唱的是当天 一起抢捧花的女星李宾宾 妮妮 林心如舒奇等 各自都有归宿了 宾比的新娘捧花 威力真是惊人 林志玲当时 从众多女星中顺利抢到捧花 黄晓明特别对她说 二人相识很久了 没有靠谱的男人怎么行 事后也有表现出 对她婚姻大事的祝福及关心 而如今志玲姐姐 也找到了曾经的王子 期待俩人的好消息 近日中国留学生姜科 日本被害一案 受到广泛关注 据日媒报道 当地时间2016年11月3日 就多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的 中国留学生姜科 被闺蜜留心的前男友 陈世锋杀害 姜科案将于2017年12月11日 在东京开庭 因希望嫌疑人得到死刑判罚 被害者姜科母亲江秋莲 于近日抵达东京 与志愿者一起会议民众署名之缘 11月14日下午 就江哥一案 香港演员马俊伟微博发长文 大呼吸很痛 他在文中安抚江哥母亲 早日走出悲痛 回遇起自己母亲 因病离世的痛苦 马俊伟表示 亲人离世的心碎 他感同身受 而对于江哥的朋友留心 马俊伟认为他是有错 但是至少他不是直接有动机 有立场去杀害 或有打算去杀害或伤害江哥的 而对于罪魁祸首嫌疑人陈世锋 马俊伟极力请责十分愤怒